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后脚就赶着回来了 我问你啊 刘士娟前一阵 是不是到清云找过你啊 我们是见过 但是士娟跟我说 她跟燕燕过得挺好的 怎么就要离婚了呢 怎么就要离婚了 她从清云县回来 就跟燕燕闹离婚呢 这不 明天 明天她也回来 说是要跟敏燕燕办离婚手续 你们俩倒好啊 都约好了的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王湘兰 你别物理取闹啊 我们小姨可是结了婚的人 而且还怀了孕 怎么可能跟士君再有瓜葛 也不怪王湘兰 你回来也太巧了 士君明天要回来 他怎么说 士君跟明燕燕要离婚呢 可能是吧 你就别管了 他还说是为了我 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话一像那样 再说最近啊 他帮燕燕看孩子心里也烦 他的话你别当真啊 我给你打点水洗洗脸吧 来 别忙活了 快 坐下妈 看什么呀 妈都忙了 你看 都是白头发了 让你操心了 你还知道啊 二姓千里无担忧 你跑那么远 都想死了 是小姨回来啦 姚叔叔 听见了吗 这是小姨啊 第一次叫我叔叔 结婚了 懂事了 回来好 回来好 我跟你说 你妈都想死你了 正好 我今天啊 钓了鱼 你是真有口福 给你们俩俩啊 做好吃的 等着我 老姚 再买些鸡蛋啊 好嘞 等着我啊 一定快点 没事 没事 等着我 怎么还这样啊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嘛 还对你那么好 还那样 对了 你怎么回来那么突然 也不发个电报 思明没跟你一块回来吗 嗯 她在那边工作太忙了 我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你别骗我 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真的 就是想您了 想回来看看您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那来 给我默默显怀了没 那 那个反应大吗 已经不难受了 好 那就好 嗯 不过要注意营养啊 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 得两个人吃了 多吃一点啊 嗯 妹妹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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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个点点好看吗 快 妈妈呢 哎呦妈妈在那边 妈妈在那边 妈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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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 好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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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好乖 哎呀 你怎么把妹妹抱到后台了 怎么不能来呀 怎么不能来呀 我们是明正言顺生下来的孩子 不怕见人 对不对呀 对呀 对呀 妹妹是不是啊 妈妈不怕见人 妈妈抱抱 妈妈抱抱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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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朕不怕运了 他可能因为她 cinq日 characters 我觉得下来 而 non了 哈哈 她应该对 本来的话 小终子 死亡 你们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不哭啊 不哭 小可怜 叫什么妹妹啊 干脆叫我个小倒霉 算了 妈妈 妈妈 妈妈不要你了 妈妈 妈妈 妈阿姨 您怎么来了 刘晨 你来得正好 我告诉你 这 你抱走 这你们刘家的孙女 抱着 抱着呀你 抱好了 不是 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有我这样的 我告诉你她姓刘不姓米 以后我再也不伺候了 你真就走了 你不管她了 我不管了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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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呢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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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努力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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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灵漣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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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认不错了 我身边一样了 你回来干什么 回来看我笑话 怎么这么说 你就不想想 我是回来帮你的 我信 别哭了 你说 怎么哭都没完 市场回来吧 妈 妈妈 你艳艳回来了吗 没有 这不妄想了 你敢把孩子 就给我扔过来了 她就不管了 真是的 不哭了 不哭了 没没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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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抱 奶奶抱 你看看 你这个当姑姑的 一点都不合格 来 来 我好不容易翻个架回来 你们这还让着我 宝贝是不是想奶奶了 好好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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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也想妹妹喽 来 亲一下 爸 我给你倒点水啊 拿来 这王湘兰这个老妖婆 这会儿把孩子送到咱们家来 他分明就是跟咱们示威呢 妈您喝点水 嗯 来 跟我一杯 哎呀 行了 等你哥哥明天回来再说吧 哦 哦 好好 哎妈 老伯 我哥 真要跟你艳艳离婚啊 是为了杨小艺吗 这燕燕呢 跑到部队上去跟你哥闹 耽误你哥执行任务了 那手掌知道了以后呢 就把你哥哥批评了一顿 你哥呢这就提出来 要跟燕燕离婚 开始我跟你爸也不同意 看样子 你哥这回啊是铁了心了 好了好了宝贝不哭了 你看 我当时说什么来着 我说他这婚就不应该结吧 当时我哥他就鬼迷心窍了他 现在说这个还管什么用啊 他们俩口子的事 我跟你爸都插不上嘴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好了好了宝贝不哭 刚结婚的时候 他借口说我身子弱 坐月子怀孕 不方便碰我 我当时还挺感动的 后来妹妹出生以后 不管她回来探亲 还是我去部队找她 她都还是不碰我 我们俩其实就是 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实 你有没有见过 结婚两年 还没有同房的两苟子 那你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离婚是他提的 前一段时间 我听说她去清云找你 我就去部队找了一趟她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顶着一股火 我就想问一下 我想问问你们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发生什么呀 能老胡思乱想吗 她到清云亲口跟我说 跟你日子过得好好的 还说到了孩子 何况那时候我都结婚了 她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都怀孕三个月了 妈 说错了 我听到公公跟她打电话 我以为你们俩之间 没有那么简单 我跑到部队上 我跟她闹 我跟她领导闹 她领导没有让她参加紧急任务 她特别生气 她那天晚上冲我发了好大的火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发那么大的火 我当时特别恨 我就拿出她的匕首 我就威胁她 我说我要去清云找你算账 石军绝望极了 石军说 咪咽咽 我娶你 是为了拯救你 成全杨小姨 可是弄到现在 我一样都没做到 她突然伸出手 她就抓着那个 她抓着刀刃 她抓着紧紧的 但是她的手里有了好多好多的血 我知道 她那么做都是为了你 她为了不让我去找你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我就在想 我这样跟她在一起 还有什么意思 回家以后 最后回了一封信 就四个字 同意离婚 这不还没理 我怎么听着就哭上了 小姨别跟着哭啊 她怀着身孕的 到时候她哭坏了身呢 要不去上去看看 好 怎么了 你不是说了吗 孩子们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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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一起跟月亮使个愿望 肯定很凉的 我的愿望就是 我以后每门考试都可以三分 再也不用一分两分了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一家三口早日团圆 这样我就可以跟所有人说我是你爸爸 月亮再许个愿望 会实现的 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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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看吧 妹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妹妹刚刚摔下来了 现在没气了 黄阿姨 黄阿姨 别着急快去看看 我的妹妹 家里人呢 你先看看谁来了 你先看看谁来了 来看看谁回来了 妹妹 爸爸 爸爸回来了 叫爸爸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许你回家看看 就不许我回家来 世君回来了 小叶你看 今天世君 世晨你 都回来了 这咱们全家可以大团圆了 那个世晨 叫你去找亲戚母 你怎么还不去啊 你放心 他就来 你回来了 妹妹 你看 妹妹怎么样了 你来了吗 小婉 咱不是摔摔着了吗 怎么回事这是 来来来来 你没事没事没事 你没事没事 我就知道 是你捣的鬼 我不吓唬她一下 她能来吗 你别这么没礼貌 妈妈 我看看 我看看妹妹长得像谁 我要想腰一块 妹妹长得像妈妈 这么大的眼睛 将来一定比米嫣 要长得还漂亮 对吗 妹妹 来啦 西湖醋雨 不是老着啊 今天又麻烦你啊 你看她辛苦了啊 待会儿都很 喝两杯 好嘞 菜急了 可以开吃了 可以了 来 下完 来呢 这个我公公让我喝点两瓶酒 今天就喝我的酒吧 好 我看看 好好好 就喝这个 回去谢谢你公公啊 咱们这个人齐了 菜也齐了 动手 是让菜凉了 今天这桌菜啊 虽然是摆在我们家 但这都是小易安台的 菜是我跟燕燕买的 但是做呢 还得饶叔叔来 老子说得好啊 这制大国弱烹小仙 你甭看在座的有 县委书记 还有医院的党委书记 还有大艺术家 还有咱们的名医 军官呀大学生啊 在这一点上 谁都不如我 刘叔叔 我公公特别让我谢谢你 说因为您的帮忙 给他找了老战友 让他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公公在县运输队 当司机 开上了国产的解放牌 天天可乐呵了 老五啊 是个老司机 摸了半辈子的方向盘 这回到乡下 肯定是憋屈坏了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办法 弥补对他的一点伤害 那刘叔叔啊 他念旧 他老是想着老战友 尤其是那个伍思明的工作 那他呀也是在底下 偷偷帮忙安排的 要是自己 我肯定不能向组织开这口 这是遇上了这个 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没办法 到这个时候 我就只能犯点温情主义 个人主义 来 刘叔叔 我敬刘叔叔一杯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一家人的关照 还有锦兰阿姨 谢谢你那么长时间 关心我 这有酒量啊 来来来 叔叔把它干了 这单线你锻炼人哪 焦小姐都变成铁姑娘了 小易 来 我敬你一杯 世晨 别让小易喝酒了 没事 世晨是我的老同学 他敬我我当然得喝了 我祝世晨学业有成 早日为国建功立业 来 我还说不过你了呢 那我祝你扎根边家 建设边家 把青春献给挡 好 把青春献给挡 来 来 小易 别再喝了 喂 刘世晨 帮我倒一杯来 你别再喝了 我知道 我平常从来不喝酒 但是今天大家都在 我高兴啊 来 给我倒一杯吧 最后一杯 快点 世晨 你艳艳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没喝上喜酒 我跟吴思明结婚的时候 你们大家也都不在 今天这堆酒 我带吴思明敬大家 来 我敬 艳艳和世晨 还有我跟思明 我们两对夫妻 婚姻幸福 白头大来 小易 你现在怀孩子 少喝一点 谢谢你在这里 祝福跟世晨 这杯酒我喝了 这杯酒我喝了 你呢 刘世晨 快点啊 你看你一眼都喝了 你一大男人能不能爽快点啊 怎么了 想让我回到清云 有个心不安啊 想让我回到清云 有个心不安啊 怎么突然想起回永城了 想我妈了 回来看看她不行啊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心里有事 就别瞒着我 你又看出什么了 你还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吧 我怎么 你们艳艳什么都跟我说了 好 至于吗 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过不去的坑 至于这样做见自己 又伤害别人吗 艳艳 我当时太冲动了 你也什么脾气我知道 我从小跟她一块长大 是挺娇气的 也很任性 但她心眼好 又那么爱你 这个我比你清楚 你清楚什么 比我清楚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爷爷从小是怎么喜欢你的 怎么盼着长大了能嫁给你 刘世娟 你在世上能有这么爱你的人 你有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更何况 你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你不心疼吗 你不看在别人的面上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 你如果想要你 我就是搞不懂 你们男人 为什么总是不能有话直说呢 总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 行了 别说我的事情了 你不也是在夸大自己的幸福吗 你和五四明过的幸福吗 你和五四明过的幸福吗 你告诉我 我挺好的 小燕 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离开 就是因为我希望 你找了一个比我好的男人 在一起结婚过日子 过得比我幸福 可是你现在 背景立香 去了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还嫁给了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 我当初 没你说得这么惨 我自愿去清雲 赐游恋爱 赐旨婚姻 我回来 只不过是想我妈了 我想看看她 至于让你在这儿 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但愿吧 但愿我是杞人优天 再见 我去评论 刚才妈妈说实话 让容叔叔买酒 摆下这样的 gustaría 是为了世军和叶炎和好 是我明白 我也赞同 自古以来劝和不劝离 何况 你和叶炎是从小一块战斗的同学 可在酒席上 你一个接点喝酒 就不正常了 你是学医的 你应该知道这样对胎儿非常的不好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是 原来真是这样 怪不得你无缘无故跑回家来 妈 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我没带介绍信 你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做了吗 我是医生 不需要理由 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怕影响工作 影响工作 那思明同意吗 孩子在我肚子里 不需要他同意 胡说 胡说 这孩子是两个人 怎么是你的 如果 如果是他不想尽最父亲的责任了呢 你们之前出问题了 宁愿 严重道 你宁可放弃这孩子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吗 因为他怀疑 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还听说了一些 我在北京时候的风言风语 不对啊 你到清云都多久了 你有孩子是结婚之后啊 但是他知道 我跟六世君在清云见了一面 所以他怀疑我们是旧情夫人 什么 那今天在宴席上 你一直在强颜欢笑 就是为了世君和燕燕和好 才那样说的 夏姨 妈知道你很委屈 但是这个婚姻 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为这个家负责任 组建一个家庭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妈 如果我知道他生下来以后 就要面对家庭的不行 我为什么还要把他生下来 我从小就受够了这些 我尝过了这些滋味 我为什么要让我的下一代 跟我一样去面对这些 我 faktiskt会想到做的 你先那种家庭 从小就失败了 我来说这个家庭 就是 虽然有得 我先去看 我说那样的 我来说这些明天 就能保持 这个不用害的 我妈说今天晚上 她带着妹妹睡 不用我管了 是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月月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 我们两个的问题到底在呢 我觉得 如果没有她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啊 可现在没有杨晓妍 所以我灵鹫应该 真的在一起了 我今天很累 明天还有钢户车呢 我没有这个想法 今天杨晓妍 也亲口祝福我们俩了 你当着全家人的面 把酒也喝了 可是你还这样对我 你是不是从心底里 你根本就不想要我呀 那你当初娶我干吗 就是为了可怜我 那你成什么能啊你 别闹了 别闹了 你 我就想为你生个孩子 生个孩子 你别闹了 我爸我妈 世晨他们今天都在 我不想跟你吵架 月月 你睡觉吧 那我问你 就算你今天不想要我了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 还是有机会的 你是不是不会跟我离婚了 你是不是不会跟我离婚了 你不会不要我的 对不对 对 优优独播剧ADA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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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大早就回部队了 没告诉你啊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行 时间的原来一滴 我笑竟如此美 这位妈妈是怎么想的 拎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承诺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知世纪 天空无声无息 小姨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怎么可以背着我去找王大夫 看介绍信 这是一条小生命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 我该出院了 你不疼 可能坐在里面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他动了一下 我肯定的眼泪已经落下 只能无心梅里 傻孩子 这胎动了 四五个月才有了 你才三个月 真的 他真的动了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我知道 他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小生命 用一生寻找自己 就算我的大老师 你都会想好了 不管我思念任何人的 我一定要把它生下了 只摸你目光的日子里 我还不想 剩下了好 剩下了好 来 赶紧回家吧 多谢 我都想 就像你现在的年龄 我怀着你 在教会医院生下了你 当时是横位 怎么生都生不下来 那个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 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当我最绝望的时候 听到了你第一声啼哭 那个哭声什么样 像只小猫 那您当时什么感觉 很复杂 很感动 也很骄傲 好像生命从此就有了光彩 有了不一样的含义 我居然能释放出 那样一个小小的生命 我当时就想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我一定要把它抚养成人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母爱吧 那你现在会不会有些失望 怎么会呢 妈妈一直为你骄傲 可您也一直为我操心 你结婚以后给我来信说 不相信永远的幸福 只求永远的平静 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 如果怀着这样的目的去结婚 你们的婚姻一定会有问题的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 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生寻找四季 用一生寻找四季 心里 那宁静的痕迹 说摸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暗 温暖 温暖 不知是 记忆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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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救自己 或什么 心里 那宁静的痕迹 中国欧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